李勇去世意外曝光朋友圈,他因悼念李勇被骂灿,他究竟做了什么?L-R-T-Coblake提供了新闻Glanta World。 就在今日早上,突然传来一个噩耗,著名主持人李勇因病去世了,他的妻子袁春晚总导演哈文发文称,在美国经过17个月的抗癌治疗,2018年10月25日凌晨5点20分。勇是我爱。 此前曾有人爆料,李勇与妻子双双辞职移民美国,为此他还被很多网友骂,而现在看来,他移民美国是有原因的,应该是为了给李勇看并做最后的挣扎,不过遗憾的是,经历过17个月的抗癌之路,还是未能挽回生命。 李勇生前曾是著名主持人,他先后主持了幸运52,非常61,永乐会等很多的经典节目,更是梦想中国的总策划兼主持人,主持功底深厚,麒麟火搞笑的主持人风格,深受人们的喜爱。 李勇是一位老主持人了,给老中青三代都曾带来欢乐,而且他非常勤奋,此前采访时更是说道,人直到入土为安那一天都在走台阶。 跟灯黄山一样,灯的时候你不觉得有云,到一定高度的时候,旁边有人提醒你回头看一下,云就在眼前。 他即使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,他主持幸运52,10年,他未曾缺席过一期,他曾非常自豪地说过,除了设备出问题,我个人没有出过问题,我就是高烧在上面打晃都没有耽误。 他还曾说过,我受点委屈无所谓,但不能让观众受委屈。 就这样他把别人不看好的幸运52与非常61打造成了王牌节目,同时他更是一路走上了春晚的舞台,成为了国内家喻户晓的主持人,同时人们更是其大长脸的形象也深入人心。 很多小品都喜欢拿他的脸开涮。 而且如果说国内知名度最高的主持人也许不是他,但他却是个人品牌价值最高的主持人,因为蒙德尔世界品牌实验室曾给他评过接近5.2亿的价值,但他却说看这个没有用,我觉得其实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,这才是主持人真正的价值。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积极乐观的人,还是没能逃过癌症的折磨,而他生前发的最后一条微博则是,在感恩节时发的感谢亲女及所有人,妻子哈文泽在下方留言感恩节快乐。 从这也不难看出,他真的是一个爱家的好男人。 他在自己的书中开篇就这样写道,比谁都大的就是我们家的老大我女儿,另一个老大我老婆,然后还有我的亲人,家庭是大事。 他想一直陪伴妻儿,更是说过无法接受女儿嫁人后离开她的生活,但他最终却没能一直陪伴亲女走下,想必这也是他的遗憾吧。 虽然在他去世后,不知道他会如何办身后事,不过他之前在自己的书中,曾说过自己的想要的告别仪式,他说,今儿来送我,就别送花了,给我送话筒吧,我希望我身边摆满话筒。 可见他是多爱自己的职业。 而在当娱乐圈内好友得知他去世后,他生前的很多好友纷纷表示哀悼,比如张子怡、宋帖、孙希、吴克群、林志颖、潘长江等,都纷纷发文表示哀悼,网友也是纷纷表示悼念,但有一个人却因为悼念李勇被骂惨了,这个人就是冯小刚。 在今天中午12点,冯小刚发文称,醒来经文李勇去世,痛心。随后又说了两人的第一次相遇,以及随后的多次合作,表示李勇非常敬业,并表示,这17个月,哈文辛苦了,送走勇哥好好歇歇吧。 不过相比别的明星,冯小刚似乎是个特例,更是因为发文悼念被骂惨了,以至于不得不关掉微博的评论功能,但在其他地方,依旧是被网友骂惨了。 当然他为什么会被骂,是因为他惹了另一只名主持人崔永元。 至于他们之间的事,相信大家也耳熟能详了,冯小刚接连拍摄《手机与手机2》两部电影,都被崔永元指责侮辱他了,两人随即发起争斗。 此后崔永元更是怒接于乐圈内幕,害得范冰冰也因此受连累,正因如此冯小刚才会被网友骂惨了,而冯小刚也成为悼念李勇的明星中唯一一位被骂惨了的明星。 对此你又怎么看?